这位同学问的 他说他印荆荆经经文第二品 云火印珠是红衣发丝手写的 红衣发丝手写的 其他经文是硬火云珠 欧耶大写的是云火印珠 那么可能这个两种说法都有根据 那么究竟哪一个本子比较好呢 这个事情将为浓宇寺 用了一生的时间 他老人家专门修精感经 好像是我记得大概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用在金刚经上 给金刚经做了一个教定本 我们过去学金刚经 都是一页将为浓宇寺的教定本 往年台中黎明南老居寺 讲经干经用这个本子 我过去也曾经过 我过去也曾经讲过 也是用江老居寺这个本子 他根据许许多多的版本 仔细教对 不仅是这一句 里面出入有许许多多地方 这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 那么如果你要印呢 既然是洪耶大使写的 那你就不能跟动它 你更动它 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洪耶大使自己负责任 与我们不相关 如果我们给江居寺的本子对一对 依照江居寺的本子 把他写在旁边 更正过来 自己读诵方便 可以 如果洪耶大使写的 跟江居寺的这个教证本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能相信 洪耶大使写的是用这个教证本 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 都是大佛学家 都是值得我们尊敬 敬仰的 我们对他有信心 好 今天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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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